看别人都是问题 如果今天他具足真正的智慧的话 会真正的看到他人的功德 会看到他人的优点 就像是护主几天宋公曾经说过的 我们有绝对的理由 要见一切众生的功德 而不要去见众生的过失 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为 一切众生心里面一定有 或大或小的慈心跟悲心 这是我们值得恭敬他们 值得见其功德的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是 他们的心的本性一定是有如来藏的 他的心本性一定是 跟我们的心本性是平等的 是有如来藏 并且他们在外在是具有良善的心的 因为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对他应当要恭敬 应当要观其功德 而不要观其过失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就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 得到释放的 应当要晓得 如果我们总是看别人的毛病 观别人的过失的话 这样子的态度只会遮蔽自己 如果我们总是看别人的优点 看别人的功德的话 就可以使自己获得释放跟解脱 看别人的功德跟优点 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我们的心会开 我们的心会感到欢喜 我们会愿意恭敬他人 我们的心会感到幸福 就像是花朵会绽放开来一样 所以吉田送公护主 他才告诉我们 必须要去观其他众生的功德 而不需要去看他人的过失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过失的时候 应当如同佛陀一样 返求诸己去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失 如果有的话就应该要改过的 这就是此处所讲的 己过犹如山高却内藏 就是我们一般的状况 他人的过失就算小如芝麻 我们总是会去加以发扬的 当我们看到自己跟他人的过失的时候 确定自他都有这样的过失 所以对于自己的过失要加以分析 晓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毛病 我自己有过失 所以我看他人都是缺点 所以在这样的权衡之下 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够真正对自他双方都有利呢 就是见他人过失时 返求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过失 然后见他人的功德的时候呢 就予以赞扬跟恭敬 具足这样的智慧 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对自己有利 对他人有帮助 如果真的要去分析功过的话 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的 就很贴吧 如果昔知党也有这种方式来讲 位于在商店里面尽 对于商店里面尽 的方式来讲 这就不是这个人吗 这是什么用地 blank 用地农村去做一个的勺服 在里面的 Storm的活动 就看 away all the大家的活动 这就是要让他们在里面的客户 哪比达比较 是在里面的传作 都是我们在里面的花 所以我处理他 所以现在画一个人都想做的 就是这么会做的 会议得很更容易做的 就是想要我和你人家的聖宗 就是在我们的聖宗 但是我家在家里是在大方的聖宗 那我们家的聖宗 这个聖宗 在聖宗 在聖宗 我走过去做聖宗 在聖宗 这在聖宗 在聖宗 那我们在聖宗 我不能做,那放棄,但是我不是以我方的 如果我不是以我錢,就是我 我不是以我家的 我沒有錢,然後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但是我還是以我 去吃這個吧,但是我跟他的 所以我回應你家的 有錢,我沒有錢,不沕住 但是,我們有 ! 我們我們不去的時候 我們不去吃這個 我們不去吃這個 打到你 一张ades到 那当年去 那就那些 就买到 这些 二三 Tamba 这些人 在那边 这个人 业人 台湊 搭 स芯 这里 我 这个人 就是 不 似 那个人 有 这个人 现在 一旦在是世花来一起逮捕, 如果又znań了,我能去逮捕,可以去逮捕。 但是也有些事情在想,所以要走的事情。 但要走的事情,我不能去逮捕。 我就是知道世界里,世界里的比例,海外的人在戰, руб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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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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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比不 Chase 想要乱 照顾 就有一些人在一起 只能乱无论乱や乱无论乱的 只能乱乱风乱无论低迷走 乱无论乱无论乱雷得一但有一样 就像我们的确实里有什麽 他跟着你把你的洗灭 你把我用了 但是最多的迪迦归 他今天紹介了 他想要做这种 他跟着修导人 各这种 以臭臭臭خ了 都在这种 找出这种 因为这也有论厌的 因为这也有论厌的 因为这也有论厌厌了 因为这也有论厌所 接下来看到 没有丝毫功德 却自称佛徒 举止异佛法 上师之也悲心诉故事 给予我慢习除其加持 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功德 但却自存是一个良善之人 实际上名称上是空有修行人的名字 但是所作所为 唯一都是不合佛法之事 愿上师能够加持 令我们的自以为是 跟我慢心得到平息 那此处所说的 没有丝毫功德要怎么样理解呢 难道获得下满人生 却没有丝毫功德吗 此处的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此处的功德指的就是 由慈心跟悲心而获得的 暂时利益跟究竟的利益 因为慈心跟悲心的缘故 所以我们能够承办自立 也能够利他 这样子的利益 从暂时的角度来讲 包括了人间善趣的功德 究竟长远来说 这是解脱跟成佛的功德 这个就是所谓的功德之有无 那么 接续的前一段所说的 我们总是看到他人的过失 这个毛病出在什么问题上面呢 出在于我们自己的慈心太弱了 悲心太微小了 我们的利他心太小了 我们的傲慢心太强了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状况都是一派的过失 这个就叫做己欲我慢 所谓己欲指的就是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所讲的都是对的 自己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比方说像有些人会自以为聪明的认为 这些某某上师善之士是何等的 就是何等的不适 然后就妄加批评 那往往这样子的人 就是上面所说的 自称佛徒居指义佛法 也就是他空有这个修行人的名称 但只却道貌岸然所作所为 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你所批评的那个上师善之士 他们所宣扬的是什么呢 他们所宣扬的是真正具有意义的价值 比方说他宣扬耶利英国的道理 宣扬耶利英国完全是与 愚痴心相悖的 也就是说他在讲如何避免 如何排除愚痴心 这些道理完全是具有意义的 但是今天因为你的自以为师 因为你的傲慢的批评 所以让本来信仰他的那些信众 就失去了信仰的对象 这是何等大的过失呢 我们今天对一个 有很大影响力的上师善之士 做了批评 就像是一个就像有一条河阻断在前面 上面有一座桥可以让人在桥上往来通行 在河的两岸就可以交通往来 可是今天你把这一条这座桥给拆毁了 造成双方再度不能够交流 不能够往来交通 这个过失是谁的过失呢 当然是自以为师的自己的过失 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傲慢心是如此的 他认为自己非常的博学 非常的有智慧 他是智者 所以他比别人厉害 自以为师的状况之下 对很多事情就动辄批评 对于这些高僧大德或者是上师善之士的立身的事业 也妄加批评 但是这样的批评到头来 他的负面的作用力 作用在谁身上 实际上是作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慈心跟悲心 所以会去老师挑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缺点 如果懂得看别人的功德的话 就不会有这一层问题 今天就是因为缺乏了慈心跟悲心 就是缺乏了更宏观的视野 所以我们的自我中心非常的强烈 我们的傲慢心跟我们的愚痴心非常的强 所以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状况 都是别人的问题 都是别人的缺点 即便我们自诩为修行人 但是只是道貌岸然而已 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非法行 这边所讲的举止异佛法 指的就是所作所为 唯一就是非法行 什么叫做非法行呢 我们应当从两种法规来看 非法行指的就是 所作所为就只是一味的世俗的行为 比方说在世俗的工作当中 人们是否从事某件事情 他所考虑的取决的要件 在于是否有利润 是否有工资 是否能够有一定的规矩 这是他在从事一件事物的时候 所考量的事情 但是从事佛法或者是灵性道路的时候 我们的追求并不是这个 我们的追求是 是否能够具有将来战时于人间善去获得善报的果位 究竟是否能够承办自他而立 这个是我们在宗教的追求上面所向往的事情 如此一来 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或者宗宗的真正的实修者 应当是在承办自立之余 而是以其他的 以他者的利益为优先 以利他为优先 所以承办自他而立的 就像是一个人他把自己的 自己的角色放低 把利他的心扩大的话 在成就他人成就国家的同时 他自立也得以保全 如果一个人他想到总是自己的话 不管他在哪个地方都会遇到很多的痛苦的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什么叫做非法的时候 不符合佛法或者非法的时候 就应当去想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 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说 他到底合不合理 比方说 如果我们所作所为 我们的思想取舍 是来自于对此事来说 从仅就今生而言 也是不公允的 也是不公正的 从正法角度来说 也是不正确的 也是总是看到他人过失的 这个觉得说入邪道当中 这个就是自我 自以为是的我慢心的邪道 所以此处所要提醒上市的就是 让我不要那么 愿我不要有这样子的自以为是 不要这样子的傲慢 因为傲慢心实际上就是愚痴 因为傲慢心的缘故 所以会自以为是的 所以希望仰仗着上师的大悲心 迅速的让我去除 因为愚痴所导致的 自以为是的傲慢 是这样子的 他多少女孩都要走 他 grocery店 о 他前發 娘 ì 而且外國人多蠢 重的 副家這麼多的 就像是我們支持 這官員 就女人哪個 超可愛的 就不好去 gatается 別人喜歡